您还别说这一嚷啊还真管了事了 这庙里的和尚啊 还有这个家人也听见了 急急忙忙啊 向孙公的这个屋子这边赶 可是一推门呢 坏了这门推不动 于是啊只好是破冲而入 等这个大伙啊掌声瞪你一看呢 呼是挺可怕的 怎么呢 只见这个孙公啊光着个屁股躺在地上 他呀是这个庙里的大施主 这和尚啊想笑也不敢笑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呀咱们先把这个乾隆皇帝的 十全老人这事啊放放 哎咱们往前倒填一个坑 您还记得前两天咱们聊的那个胡心的故事吗 哎对路就是那个尊化鼠湖 还有那个北京城古楼里那胡心的故事 那是平台给出的一个题目 哎这个平台呢出了一系列中国的神怪故事 然后呢让各方的这个主播呀往下续着来 我看呢这就是平台小看人了 谁家没有老人呢 谁小的时候趴在被窝子里边奶奶姥姥不给讲几个民间的小故事啊 或是笑话 或是这鬼怪故事 我看了看呀不是难事 于是呢就出了上一篇哎就是那个胡仙的故事 我看这次啊课题又来了什么呀 山霄得嘞 这事一点也不难 咱们要是讲山霄啊 咱们就好好的讲咱们中国神话故事里那山霄 咱们不聊那个动物学上那个山霄啊 这动物学里边的山霄啊 它长在非洲 中国人第一次见了之后啊 就觉得他和山海经上那个描述的山霄啊 长得很相似 于是啊就把山霄这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给了他了 那么这山海经里边是怎么说这个山霄的呢 在这个山海经的海内经里边啊 就曾经提到过山霄 这上面写呀 这南方啊有干巨人 人面长臂 黑身有毛 樊种 见人笑是异笑 唇臂其面 阴记陶冶 山海经上说呀 这山霄这东西生在南方 长胳膊长腿啊 这个身上长有黑毛 这脚呢都反着长呢 也就是说这个脚后跟朝前呢 脚尖朝后 生来呀 就是一副大后嘴唇 这嘴儿一撅起来 这嘴唇能把脸盖住 不光是山海经 中国经典的神怪故事集里边啊 都有出现过山霄 哎 您就比如说吧 这个月威草堂笔记 哎 这就是纪晓兰写的呀 还有那个柳全居士蒲松灵 对了 就是那个辽斋先生 在他的这个聊斋之意里啊 也有一篇小短文 他提到过山霄 在我看来呀 这两篇呢 关于山霄的故事 写的都不是很精彩 和这个这两位老先生 其他故事比起来 差的太多了 咱们在这儿啊 我给您简单的聊聊 这俩小故事 哎 也就证明这书有出处 也就罢了 咱们呀 先聊聊这 朴松灵先生这篇聊斋之夜 这篇聊斋呀 他名字就叫山霄 这书里说呀 有一位叫孙太白的 曾经给朴松灵先生 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他们家上辈呀 有个老祖 就是曾祖父啊 在南山这个柳沟四里读书 到了这个卖收的时节呀 这孙太公就回家去卖收了 过了这么十来天呢 又回到这个四里读书 哎 这孙太公啊 推开房门之后一看 呦 这屋子呀 好像不是离开了十几天 那么简单 这桌子上地下都是尘土 窗户上也挂满了蜘蛛王 于是啊 就让那个家里边的仆人 赶紧打扫干净啊 好住进来 这仆人们折腾了一个白天 到了傍晚的时候 这太公进来一看呢 哎 还算打扫的干净 于是啊 在床上就铺开了这个铺盖 开始睡觉了 可是啊 这人呢 都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啊 窄席 也就是说挪腕 他睡不着觉 到了这个晚上之后啊 这月光照进了这个小屋 哎 这孙太公躺在床上 翻来覆距 算遮开败了 好不容易啊 忍到了定更天快了 还是没睡着 突然就听见外边起疯了 咣咣咣咣的 推着这个山门呢 呼呼作响 这孙太公就想了 哎 这帮小和尚啊 实在是不懂什么规矩 这大晚上的怎么不知道插门呢 可是一会儿的孙太公啊 心里就紧张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咣当咣当呼噜呼噜的响啊 好像从山门的方向离自己的房子是越来越近 这孙太公吓得呀 躺在床上盖着被子也不敢睁眼 这会儿他觉得呀 这风 他怎么还进屋了呀 并且呀 还伴随着 咣当咣当的脚步声 于是这孙公啊 躺在床上 虚一目 秒一目的 就往这个屋里张望 借着这个朦胧的月光啊 他算看清楚了 这屋里啊 站着一个大个子 他明显不是人的 不是山精 就是水怪 这东西站在屋当家啊 他的面色如老蛙皮一样 目光闪闪 向屋里寺外环视 张开这血盆大口啊 这牙齿稀疏 尤其是这一对獠牙呀 好家伙出了号了 足足有三寸多长 这东西站在屋里一看呢 这屋啊 明显是被人归着过 被人动过 所以急得站在屋里 他倒是呱呱呱叫 这声音大的呀 把这个墙壁镇的都有回音了 这孙公想 这附近的仆人和这小沙咪们 倒是听见了没有啊 听见了 你们倒是过来救救我呀 等了半天啊 也没听到房间外头 有别人的声音 于是啊 这孙公就想了 以救以救吧 坐在这等死啊 我不如跟你拼了 于是啊 就暗暗的在枕头底下 抽出了佩刀 也没来得及下床 就一刀刺向了 这个怪物的肚子 只听了苍狼一声 就好像啊 不是刺在了肉上 是扎在了石头上一样 这怪物低头一看呢 呦 这床上啊 感觉还躺着个人呢 还敢用刀扎我 这孙公一看 没辙了 这刀也扎不进去呀 这武器不管用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一闭眼呢 把这个被子 往头上一蒙 这会儿这怪物呀 看样子挺生气 一把就抓住了被子 揪着这个被子 向屋外头走 可是这被子里头 他还有人呢 这哐当一声啊 这孙公就就着这个被子 被带到了地上 趴在地上 也不敢睁眼 冲着屋外 就赶紧大喊 快来人呐 救救我呀 您还别说 这一嚷啊 还真管了事了 这庙里的和尚啊 还有这个家人也听见了 急急忙忙啊 向孙公的这个屋子 这边赶 可是一推门呢 坏了 这门推不动 于是啊 只好是破窗而入 等这个大伙啊 掌上灯泥看呢 呼 是挺可怕的 怎么呢 只见这个孙公啊 光着个屁股 躺在地上 他呀 是这个庙里的大施主 这和尚啊 想笑也不敢笑 于是就七手八脚的 把这孙公啊 从地下抬起来 放到了床上 这孙公啊 这会儿才嘟了嘟嗦的 把这事情的前后 跟大伙说了一遍 这大伙一看呢 这被子呀 夹在了个寝室外边的屋门 门缝上 要不然呢 这门呢 他推不动呢 这门呢 关的挺严实 无非就是被我夹在门缝里了 这大伙一看 他也没什么呀 转到屋外呀 大伙拿火把一罩 哎 这回大伙也吓坏了 看到这个门上啊 有爪子抓住的痕迹 这爪子有多大呀 书中写了 跟波及那么大 这五个手指啊 把这门板都抠成了大窟窿 这好不容易呀 这大伙一块熬到了天亮 那孙公是再也不敢住在这里了 于是啊 赶紧就卷起书箱 回了家 到了后来呀 再问这个庙里的和尚啊 这和尚说 从此以后啊 到时候再也没有这种异常的事情发生 这故事啊 就这么长 在这普通人看来 哎 算是个没头没尾的故事吧 在这个普松林先生的聊斋志意里啊 有好几段都是类似的故事 看似没头没尾 但是都明确呀 是某功或是某声啊 亲口阐述 我想啊 也就是说 这普松林先生爱不住朋友的面子 才把这些故事啊 录入到了自己的书中 比起啊 这普松林先生 在自己聊斋志意里 写下的这篇山羞 哎 这个吉小兰呢 在他的粤维草堂笔记当中 写下的这篇 笔捧楼山羞 还算是啊 有趣一点 遗憾的是啊 这篇故事也很短 哎 看样子也是没 伸开腰讲 这篇故事啊 是这样的 吉小兰呢 在自己的书里 用第一人称 叙事了这段故事 他说呀 我在这个福建任都学的时候 在这个雅鼠的后花园当中啊 有这么一座孤楼 也不知道啊 是前辈的哪位都学 给这个楼啊 起了个名字 叫笔捧楼 他为什么叫笔捧楼呢 他说这个楼啊 左右啊 各有一座佛塔 哎 这个楼架在中间啊 就好像是这个价比的比价一样 他说当时啊 我觉得这楼啊 挺漂亮 哎 很符合我的心思 又很安静 于是我呀 就住在这个楼的第一层 我一进去发现呢 这个楼啊 墙壁很曲折 这楼外边盖的挺壮阔呀 里边却是曲曲弯弯的 又听说呀 这里边啊 原来没人住 曾经被这个山霄占据过 于是我就很好奇 天天的这个观察这座楼 看看有没有啊 独角或者是角后跟朝前掌着的山霄 只可惜呀 观察了很久 也没发现 不过呀 也不可惜 因为每天晚上啊 我都能听到这个山霄的叫声 于是就想起这古人的诗句 哎 叫山精白日藏啊 哎 这意思是什么呢 说这个鬼怪啊 蚩梅王梁啊 他都喜欢黑 那么白天 他们藏哪去呢 他们都躲在这个房间曲折的黑暗处 这么一想啊 我就有主意了 于是我把这个曲折的墙壁就全拆开了 打开四面的窗子 让这个光啊照进屋子里来 还亲手啊写起了一块匾名为福清阁 就挂在这座楼的中堂墙上 哎 还在两边的柱子上啊提了一副对联 上联是啊 地囧不遮双眼裤 下联写的是啊 窗须直许万风亏 哎 你还别说 从此以后 这山霄啊 还就真不在这楼里居住了 那他们都去哪了呀 他们去呀这个雅鼠东南角上的慧经堂了 这座慧经堂啊 年久失修 其实已然被荒废了 他们在那儿居住啊 对其他人无害 所以啊 干脆就认他们去吧 哎 不要逼的太过分了 您看吉小兰这篇小文的挺有意思 他虽然呢 对这个山霄的描写呀 只有生无有形 但是呢 他却想出来呀 应对这个山霄的办法 不但赶走了山霄 还给他们找了个下注 所以说呀 我觉得这篇故事啊 最起码它是完整的 哎 这两位老先生的故事讲完了呀 该我的了 孩儿那句话呀 谁家没姥姥啊 谁家姥姥不给讲两个这个山精水怪的故事啊 可是今儿啊 稍微晚点了 明儿 明儿我就给您讲 明天您早来啊 咱们继续这个山霄的故事 哎 天不早了 您各位早歇着 咱们呀 明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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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儿见